現在已經來到最尾的站 我們今天分享了Captain 分享了Lance站 現在來到Richmond Center 後面已經在Richmond Center的商場 稍後也會進去和大家很快走一圈 來到這個站也是整個Skytrain的尾站 就是Brighthouse站 但並不在我這個位置 這個是Richmond Center近西邊Mineral 我後面外面這條大馬路是Mineral 大家看到這些都是工地的範圍 外面是Mineral 再過了後面這排樓的樹的位置 已經是最大的Mineral Park 那邊是另一個樓盤 待會再跟大家說 然後我們正前方 這裡就是向南的方向 最近我們會是第一座Richmond Center 這個樓盤其實都是先前一兩年已經發售 亦都賣得七七八八 它總共有七座樓 最後那座Tower 7主要是Rental 由Tower 1一路向南 接著就向東 到最下方未到Granville 因為中間還夾著School Board Library 那個位置就是最後那一旗 Tower 5、Tower 6 Tower 7就是那個方向 然後Skytrain就在這裡直直向東 積穿過這個圓拱形玻璃頂的通道 即是Richmond Center 裡面 再出門口過條馬路 就已經是Skytrain 站 這個樓盤的話 剛剛說了 其實前上兩年已經發售 已經賣得七七八八 剩下還有一些發展商會特意推出的 之前保持起來的 就是Panhouse單位 以及很少量的一房兩房單位 亦都會在接下來的二月或三月的時候推出 到時當我有實質的資料 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基本上是Richmond Center 六座樓的最後一批 雖然說最近我們這裡是Tower 1 但其實發展商是由Tower 5、6、7開始建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邊近我Tower 1這個範圍 其實那些工程的進度是慢一點 就是還在挖 但是近一點Tower 5、6 即近一點Library City Hall那裡的位置 就已經是挖好了 簡直看到鋼筋圓形圖 起了兩三層樓出來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的 當初的規劃 交樓期都是Tower 5、6、7 比Tower 1、2、3、4快 那裡的預測是2025、2026年的年初 另外剩下我們這邊是2026年左右 就會交到樓 中間會否再延遲呢 我每年或每一段時間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看到的建築項程度 都頗上時間 同時都看到有5個天性在一起運作 信是比較準時的 因為鑑於去賣的時間都比較早 它由開賣到起 都差不多是一年左右開始起 進度是非常好的 不要說好 進度現在大家都看到 Richmond 和Matchel Town 和Burnaby 那邊 建樓的方式都很不同 大家也看到 如果大家看我之前有些樓盤更新影片 將來我們都會放Burnaby的樓盤更新 他們的洞是很深的 即是很低單 即是Suri 都一樣 但Richmond 因為地位 始終在下面 你畫得很新已經開始是水 所以其實這邊大部份的樓盤 都不會把洞畫得很深 大家會看到 畫少許下去 地上一兩層左右就沒有了 然後 那邊的樓盤都是向上發展的 所以這邊很少說 那邊的樓盤會像Burnaby 像之前Concord Metro Town 不是Concord Burnwood 我們的單位 車位去到P9那麼低 就沒有那麼誇張 這裡就很不同了 好 我們現在大概了解了樓盤更新 來到Richmond Center 我們剛才說還有一個樓盤分享 它其實跟樓盤位置很近 大家可以看回Manner Road方向 我們這裡直望過去 就是幾個舊樓後面的樹 其實那裏就會有另一個project Park Residence 那裏就會有三座樓 目前開賣了兩棟 所以看到開賣的兩棟 已經把舊的建築拆了 在畫洞、沙地開始工程 另外剩下的舊樓未拆 就是他們未開賣過Tower Park Residence的項目 亦有些單位在賣 但因為Park Residence的賣點 主要不是真的賣方便 樓下即是Sky Train 它就是Phasing Mineral Park 簡直是前面已經沒有馬路 即是沒有車路 已經是人行路 所以是向著公園 給大家單大小 老人家退休 而且單位的尺寸也比較大 所以價位上它會高一點 不過它會買到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以及對公園的計劃 亦有些特別的Time House的屋 雖然Time House價位上比較貴一點 但其實裏面是有升降機 所以屬於比較高級的住宅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現在有甚麼存在的設備 我們現在和大家去Richmond Center 看看商場是怎樣的 Richmond Center 屬於Catholic Fairview 一個大企業旗下的商場 與Shape Lab共同發展整個項目 這項目是將屋苑和商場做在一起的 現在它會改建部份商場 然後在原有的住宅上建樓 商場亦保留原本的住宅 商場裏面主要不會太多是食肆 或者是超級市場之類的 都是一些以品牌為主 即是會比較出名的店舖 譬如我們亞洲人比較熟悉的 有Unical、無印良品、H&M、Cococera 類似這些店舖比較多 它的二樓都會有Food Court Richmond Center 的構造相對 比起剛才我們走到Langstern 就更容易駕駛 Langstern 分白粽那麼多 走到我的檔室路 Richmond Center 比較簡單 這條的通道上的玻璃園頂 直去向前走是No.3 出門口過馬路 就是Sky Train 站、Right House 美站 然後直走進來 門口已經是Unical 那裡有兩三條橫的通道 有不同的店舖 大大小小的買衣服、鞋子 或者是電話店、香水店、Jol Malone、Starbucks 購買Bowbow de la Croissette 然後這個樓梯上去是Food Court 見到Richmond Center的格局 或者它的品牌的位置 那些店舖會再中高檔德一點 起碼名字都會很認識 即是Coach、Michael Heal 前面有水晶的品牌 Swatsky 有Mac 這些品牌的名字 對我來說會再熟悉多一點 當然如果大家想去購買更高端的品牌 例如名牌的店舖 那Richmond就沒有了 大家全部都要上去Dantown Dantown Pacific Center 或者將來建好的Oakridge 這邊都是一些分支 Ritzia Ritzia是我們這邊比較出名的 類似快時尚的店舖 Ritzia Skatches買鞋 一條條打橫的分支 這個是Body Shop 這個就像香港熟悉多一點的品牌 我們走一走 已經通過這條畫廊通道 已經走到對面畫廊 其實很短 在看地圖好像很長 但其實東西貫穿 走了不夠兩分鐘 已經可以到這邊了 從這裡出到去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走到出來 我們已經面對著No.3樓 去到這裏的No.3樓 就已經沒有了一條Skytrain軌道 因為Skytrain站在那裏 我們前面看到的 就會是多些新型屋苑 所以說如果論高樓大廈 或者新樓比較密集的地方 就是Richmond Center 和剛才說的Caption比較多 好像這些是Paramond 都是這兩年落成的新樓 這個group的三四座樓 大家會看到來到這裏 這裏的感覺就更加商業化 和更加 more city view 因為大部分都是新樓高樓 圍著Skytrain站 這個Richmond Center 去到這裏還有一件 就有一個Shopper's Drop Mark 可以買一些所謂的藥房 就是買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 我們這邊那邊有銀行RBC 向南望大家看到 那個就是Tower 567那一期 將來也會有下一期 建造成新樓高樓的 那些未開賣 將來也不知多久 至少半年一年後的事 現在再跟大家分享 Richmond Center的Food Court 似乎是相對來說比較帥 對嗎 比起剛才我們看的 巴伯和Lansdown 都大一點 也多一點 其實很多人吃這些東西 有咖喱 有Juice 有公寶 快餐類 對 都是快餐類subway 那我們就希望 這個Richmond的系列 可以幫助到大家 去了解一下 這三個不同的地鐵站 周邊的發展 以及你的居住體驗是怎樣的 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會多做這些類別的景點 下次我們就去Bernaby 去Berkulam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現在進入晚飯的時間 我們就回到Lansdown 燈位後面就是Lansdown Mall 這裡經過了麥當勞 這條是Hazel Bridgeway 很短的 然後前面這條 已經是石街 Alexandre Road 那裡由這裡開始後面 以及前面延伸過去 大家看到那裡有很多廣告牌 很多燈 整條都有一間大大小小的店 有些可以挖進去的細摩 很多餐廳吃街 我們今晚就去魚人吃飯 也是在那裡再過去一點點的 我們今天就跟Laddy媽媽一起吃飯 所以可以點多一些菜 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來了第一道菜 我已經很久沒吃過的聖子 在香港有時會去打籃吃炒聖子 但這裡的炒是辣的 我今天不想吃辣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那叫什麼 蔥花 蔥油 蔥子 它其實幫你把這些聖子肉 起在這裡 這些是聖子的殼 這隻聖子都挺大的 但它份量不算很多 1 2 3 4 5 6 就是這樣 有些蔥油 有些聖子 哎呀 我的樣子很醜 好了 我們開始吃了 我先試試 吃吧 再放久一點就變冷了 冷了 冷不好吃了 很少吃 很少吃這個味道的聖子 通常都是 炒聖子的 通常吃 是不是 OK的 這樣 這個好像蒸魚味一樣 都挺好吃 沒有 它是會爆些油淋下去的 這隻是 是啊 很嫩 很嫩的 這肉好像很嫩滑 你要不要試一下 我拍你 我當然要 拍了我拿回車 是不是 很厚的肉 肉質怎麼樣 它是挺嫩的 是嗎 很美味的肉 什麼 很大塊肉 我盤給你 多謝 他喜歡吃的豆芽 所以吃魚人很放肥 之前吃魚人 他有些燒烤 有些烤魚 即是大盤的烤魚 有沒有人呢 後面 然後就有些 比如說 燒雞翼 宵夜 然後有不同的海鮮 好像今天 他的黃帝蟹 就做特價 48元一磅 可以三食 所以我們今天 就 除了叫這個聖子 盤了一碟菜之外 還叫一個黃帝蟹 媽媽一吃黃帝蟹偷笑 不要把他笑 爸爸笑一下 不要反著臉 快笑 笑 他笑 偷笑 開心 剛才那個老闆娘說 今天入了八、九隻 現在已經剩下三隻 還是兩隻 兩隻 兩隻 現在剩下一隻 因為他做特價 現在魚乾剩下一隻 這個是一食 它是蒸 蒜蓉蒸 蟹腳 這個是那些鹹 是嗎 是 好了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我來選一個 爸爸給你一個最大的 好 快點 這個 這個最大的 是嗎 你媽媽吃這個 你好不好 這個最大 我來試一下這個 好 很多肉 很多肉 腳這麼粗 我不知道為什麼整塊都要起出來 好像很滑 很滑 真的很棒 我還未起到肉 OK 好像從來沒有吃過這麼棒 即是這麼多 是呀 嘩 先吃一會 先吃這個 嘩 看我這個 你這個小朋友 嘩 嘩 剛剛抹大一點 別那麼害羞 一口 一次過 那麼 這麼開心 吃黃蟹蟹呢 因為我們要慶祝 慶祝機仔重獲自由 那麼我們之前呢 這個是我的初失來的 就車就出現了一些意欲 那樣撞了車 接著之後呢 那部車就進了廠了 差不多由七月份 足足整理了六個月 半年了 什麼 半年了 剛剛整理了半年 剛剛就終於拿回車 然後補回 那今天就正式自由身 那他有這輛車呢 又可以自由地周圍去 不用跟我share車用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慶祝的 到時再分享給大家 那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有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 還有大家有什麼要注意 尤其是開Tesla 還有整車呢 那我們稍後再分享 對呀 很多東西想分享 很多東西分享 是一條新的影片 我們之後會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嘩 嘩 為什麼你起不了 我一起起了 我不知道啊 我是這樣的 嘩 看到有沒有口吃的浪漫 我真的沒吃過這麼大的肉 說真的 皇帝蟹的肉呢 真的滑很多 真的比蟹的肉 真的從來沒有事 這麼大的老闆 以前的酒樓都是斬開一半一半的 這個是一支 那呢 今天這隻蟹呢 就 剛才他老闆娘有拿過來給我們看 去山的時候 大約十磅左右的 那好吧 那剛剛我們已經吃了一盤了 現在倒在一起了 然後呢 因為義食那個都來了 那我們義食是有得選擇的 是金沙 或者是避風塘 那避風塘就會辣一點 那我們今天 爸爸媽媽和我都不太吃辣 那我們就叫了一個金沙 金沙其實就是蟹黃炒 是嗎 煎了 它有些蛋黃 對 它的蛋黃 蛋黃炒在一起 那它有些年糕 我很喜歡吃這些年糕 我吃了一口 是金沙年糕 很香 這些應該是那些膠 那些胃 還是蟹身 蟹身 好吃 我好像比較少吃蟹黃 但是金沙 那是哪個胃 不知道 不知道 心體 哇 機仔幫我起了一塊 真的很厲害 最上一次吃黃帝蟹 都好像沒有那麼粗的腳 很大 很肥大 哇 這樣吃蟹最爽 十多人一起吃 吃得很甜 對啊 對啊 肥個人 什麼都不用叫了 就叫一個黃帝蟹餐吃飽 我只知道這不是吃的 很少都是說推薦 不過這個真的是 我吃過好幾次黃帝蟹 這次真的是最肥的 這隻腳 這隻腳一粗 大家同樣是黃帝蟹 如果不夠肥 那隻腳幼 你的肉就沒有那麼厚 那麼多 對 這隻腳真的很肥 剛才整體肉這麼大 它旁邊那些都很肥的 你看 你看 對 超粗 這麼粗 所以吃起來就很肥 對 這是蟹身嗎 對 應該是蟹身 它的蟹身 跟著腳的位置 外面包了一些蛋黃 炸了 好 它的年糕 蘸了一些蛋漿 好味香 它應該是鹹蛋黃 對 鹹蛋黃 對 我覺得好過吃避風堂 是啊 避風堂一炸 有辣 但是每一次來都覺得 其實是有點吵的 因為很旺場 每次都是很多人 好像現在爆滿了 有時候要坐這些高桌 唯一就是有點吵 不太聊天 但是每次吃的食物都OK 我之前不喜歡吃這間店 你們點的什麼串燒 我很喜歡吃的 你不喜歡吃的 蠟魚 全部很重口味 之前不會點海鮮的 我不是不會點海鮮的 是我喜歡吃那些東西 我喜歡吃串燒 我喜歡吃燒烤 然後有一個烤肉的燒魚 我都很喜歡吃 不過你不喜歡吃 曾經有一次來這裡點了 一個蒸魚機 就愛上了這間餐廳 它服務態度也不錯 不知道我們吃蟹就不斷來換碟 我又喜歡它桌上有紙巾 水 不用經常加入人來加水 很巨型 對 看看 三食皇帝蟹 它就炒了一個飯 你看到飯裡面 也有些蟹肉 然後有些蛋 有些蔥 等一下 這個 蟹柳還是蟹肉 不像蟹柳 應該是蟹柳 有隻蝦在這裡 誰是蟹柳 他說 他說是把殼裡面的皮 裡面的皮有些高的 就用來炒 是嗎 然後自己再加蟹柳 他就拿殼的蟹皮 是呀 我剛剛也看到這些蟹皮 然後他自己再加料 再加一些花 那個Toronto的 什麼傘 花傘 再加一些蝦 再加一些蟹柳 好漂亮 你看看整個畫面 金肉滿航 還有一些蟹 還有一隻蟹 你是蟹柳 這個炒飯有很多材料 有些蟹 還有幾隻 還有一隻 這裡還有一隻 有蝦 好啦 你們一顆 試試 其實是海鮮炒飯 是 很鮮 很香 好不好吃啊 很鑊氣 但是他加了一些雞蛋 很香 對 他有很多雞蛋 好吃 超級滑 是啊 有些地方吃黃帝蟹三食 炒飯 或者那個飯 他就是這樣 煮個殼 然後有些飯 沒有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 這個是一個獨立的菜 他有幾隻蝦 現在看到一隻蝦兩隻蝦 還有三隻蝦一隻蜆 剛才吃了兩隻 我們叫聖子 三隻蝦三隻蝦 其實這樣來講 相對來講 聖子貴 六隻 六隻而已 聖子 然後黃帝蟹 就四百八十塊 那他十磅 對 剛剛好 四十八塊一磅 十磅 四百八十塊 是啊 你第數這麼快 不是 我傻了 這些二食三食 都不用加錢 然後油菜 十八塊 一個可樂 然後加上就五百六十五元 這個是未包電視的 賣單就是這樣 好 糟了 頂了